104年国中会考虑我们题目舍不得 那成绩公布的时候呢 其实苹果日报就出现这标题 又报爷爷奶奶死亡草 其实那时候有个中文系教授就说 现在平均年龄80岁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历经了主父母的死亡 听起来好像很合理 可是数学院就在赖一位就觉得 小朋友应该不会杜撰这样的一个消息 所以他就根据了一些内政部的资料 就可以算出来 15岁时的国中生成立已经主父母的死亡机会 其实相当的高有0.68这么高 从内政部统计处里面呢 可以得到很多消息 例如说结婚的时候男生女生各是多少 还有生了小孩子的时候各是几岁 从资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15岁的考生他妈妈可能是在28岁的时候生了他 那爸爸跟妈妈的年龄差了4岁 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推算出 爸爸妈妈47跟43 在一夜奶奶那年代结婚的年龄稍微早一点点 那男女的相差的岁数也稍微大一点点 所以透过这些资讯我们可以得到 也奶奶外公外婆的年龄 从简易生秘表里面 你可以进一步的算出来 每个税数不同性别的存活率 我们把这样的资讯更新过来 那我们现在要算的就是什么 4位祖父母接建载的几率 其实就是这4个数 接相乘 那乘起来呢 其实只有0.32 原本虽然接在0.6到0.9 但是小数点月成其实会小得很快 这题我们想要算的就是什么 曾经经历过祖父母 也就是说至少有一位祖父母死亡 那等于是说怎样 1扣掉这个全部接建载的几率 算出来就是这个0.68 像这种原本几率很大 但成很多次变得很小的造成的错觉呢 其实还有一个有名的问题 那就叫做生日问题 你可以猜看看 班上如果40个同学 通常会有非常高的几率 有两个人同月同日生 那这个几率有多少呢 那如果是60个人的时候呢 这个几率 同月同日生的几率又有多少 这个其实算出来的答案 是比你想象中的还要高